Hello 我們今天來到Melody Podcast 是我第一次用這種機器 也是我第一次來到Studio 307 然後我今天I'm joined by my friends 然後他們就是 You built the studio, right? 你們自己手把它建立來了 算是,因為油漆地板 然後找這些硬體設備 對啦,算是從零開始 好厲害喔 還有看到這邊的軌道燈 這些的燈之類的 Studio 307在台南 你們要不要介紹一下你們自己 從我右邊 好,我們剛才指來指就是 因為我們在想的時候 我們一起在譜這個故事 那我們就 你叫什麼名字 OK,我就要謝謝你提醒我這樣 太緊張了 他比較想介紹他自己的內容 OK,我叫Jeremy這樣子 然後 那 Studio 307 我會比較講說 他是在 我們在台南這樣 我覺得我們在台南也是 這個城市蠻特別的 因為它就是 我們都會說台灣的第一個城市 是浮城嘛 這樣 所以 所以在這個浮城的地方 有非常多的故事跟內容 這樣子 對,所以 台南是台灣的第一個 對 就是第一個城市 應該是說來這邊 開始有這個 城市化 對 所以我們說台南是浮城 先鋒這樣 對 然後 所以我們就是想說 所以從台南的這個文化 我們覺得這邊很有它的故事性 那要覺得說 Podcast也是一個比較新的東西 都在北部 開始興起跟發展 所以就覺得說 如果在台南 有這麼棒的這個故事 同時又 可以讓它被錄製起來 然後變成 它屬於這個世代的方式去傳遞的話 感覺是蠻特別的 對,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好像很多東西都是從台北開始 有沒有可能Podcast 也在台南 有可以持續的發燒跟開始 對 所以我們就開始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叫307 是 這個地址叫307 喔 所以我們就覺得 從這邊開始 所以就是 stil do 307 這麼簡單的 這個名字開始 所以他是307的主理人 他叫Jeremy 然後我們算是一起合作的夥伴 然後我叫Peter 然後 在這裡其實是有很多故事 所以我們簡單講就是 希望 在很多故事跟很多的聲音裡面 能夠 被記起來 然後被傳出去 所以不會只是好像 單純朋友啊 或是人家介紹 然後就聊聊聊 下一次忘記了 或是下一次 還要回想你上一次講什麼 可是有Podcast Studio 就是可以讓這樣的故事 是可以更好被傳遞 可能我們 我們今天聊的 不一定是我們四個人知道 可能是你 或是他 或是其他人 可以更了解 聽到我們的東西 就可以被記起來 嗯 然後 這是Pris Pris 你自己有介紹你自己嗎 我是Peter 我講過了 然後她是Pris 她叫Pris 然後她是我的太太 嗨大家 我跟Melody認識 是在一個 因為音樂劇嗎 音樂劇 之前有見過嗎 沒有 沒有 應該沒有 沒有 應該是 可能就是看過 但是沒有講 沒有講過話 對我跟Melody認識 是在那個 去年12月有個 音樂劇 那大家想要聽更多音樂劇 可以去他的YouTube 工商時間 那我都叫你布丁耶 Pris 對因為應該是說我的 從小大家可能叫我布丁 OK 但就是人長大以後 就可能到了二十幾歲 三十歲 就覺得 被人家叫布丁 那我就是不要再叫你布丁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認識了朋友 我很OK 他就平常介紹的時候 我就說 大家好我是布丁 這樣子 轉換一下一個成熟的形象 那種就是長大了 有時候你會用英文名字 可是因為 布丁是Nikname 就是中文的小名 可是以前他可能在 在取英文名字的時候 就用小名他的布丁 然後取成Poutine Poutine 對 因為我之前 取我自己的小名 就是取P-U-T-I-N 然後想說 女生加一個E 然後後來想說 這個名字 有點不太好用 所以想說 取一個有點屬靈一一 因為Poutine是一種食物 在Montreal那邊 很多起司跟Potato 然後他也是那個 就是某一國總統的名字 對對對 OK 所以就在30 大概在30 31 31 331的時候決定 就不要讓小名變成英文名字 所以重新再取一個 跟他自己的個性啊 或是身分 更切合的英文名字 Prisilla Prisilla I have two friends Now I have three friends Name Prisilla 其實聊到Podcast 然後剛剛Peter說 就是 讓故事可以被紀錄下來 其實我覺得 也不是只是被紀錄下來 我覺得在這種 Long-form content Long-form content 就是這種 怎麼說 通常我們在網路上 都是short-form content 像幾秒鐘啊 TikTok啊 就是幾秒幾秒 或幾分鐘 YouTube頂多 可能十五分鐘 但是Podcast 是一種長的類型 像我比較多接觸的 就是美國比較流行的一些Podcast 像Joe Rogan 他有名的就是 因為他的Podcast 可以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非常長 所以 那我就是 然後我是真的 有時候是真的會花時間去聽 然後我是真的會花時間去聽 因為他是美國最 Top Top的Podcast And I think part of it is 大家為什麼會喜歡看 是因為你在Long-form content的裡面 你沒辦法做假 因為 有時候 短 short-form 是一直在剪嘛 其實我們美麗麗的家庭 也是很多剪輯 其實我們通常 我跟爸媽 我都是把real的剪輯 但也有一些real的剪掉 ok 不好看的我就把它剪掉 沒有就是 我跟我爸媽真的坐下來 通常我們坐下來聊 然後再錄 通常都是錄一個小時 但我會把它剪剪剪成15分鐘 所以你們不知道 因為我們就很多like maybe就是嗯啊啊啊啊啊 或者有的沒的 然後或者爸爸很喜歡講 又講這個又講那個 那我就要想 可以想像可以想像 yeah 我就覺得我們影片要有主題嘛 you know 所以我還把別的先剪掉 but like 真正podcast 我自己認為是沒有剪輯的 然後通常 在這種沒有剪輯的狀況裡面 你才真的可以認識到一個人 而且我覺得podcast 突然就是開始紅的時間點很特別 是因為我們在前面可能網路時代 然後大家都是講到這種 你說短的內容嘛 對啊 所以快的短影片15分鐘15秒30秒 可是podcast出來 它是在這個 就現在這個時代出來 可是每一次我要聽podcast 我就是要很認真 花那個一個小時 還是半小時去聽 對 然後你快轉 可能也沒辦法聽清楚 嗯 我就覺得 這個還蠻特別的 所以大家會有一個 他們會認為現在的世代 的專注力很短 嗯 但其實是在這個世代podcast 被推出來 所以就很很奇怪 It's like 專注力到底是短還是長 其實我覺得可能是 maybe不是短長的問題 是真實的問題 I feel like 大家就是被真實的東西吸引 所以他們看到podcast 他們就覺得很真實 嗯 所以他們就還是會花的時間去聽 嗯 可是像這種長的 其實說實在以現在 有時候在跟朋友聊天的時候 我會發現 大家會比較沒有耐心的 去聽或是去看這種 我一看他的分分鐘數可能是 45分鐘 一小時20分鐘這種 我覺得好像我去一個 電影院看電影 就不會真的耐心去看完 因為太多的短影片了我覺得 那你就不會去電影院看電影了嗎 應該是說 大家會 用那麼長的時間去看電影 但不一定會想 因為他覺得說 我想要快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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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也在想 其實會不會跟那個人有關係 像for example 如果我有一些朋友 然後我會覺得 我要跟這個朋友花一個小時 you know 然後我就已經覺得 我們就會就是浪費一個小時的時間 就是 但是如果我今天我知道 我要去看這朋友 我們一定 一個小時一定都是精心時刻 you know 然後我就會很期待 我就覺得這是會很有內容 或很有意義的一段時間 像我follow的那些podcasts like for example Jordan Peterson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這個老師 還有Joe Rogan like 為什麼大家會一直去聽 因為他們就覺得這些人 真的就是很真實 然後你去聽他一個小時 你不會感覺是浪費時間 那那是真的 因為Jordan Peterson 是一個professor 他很有知識 you know 然後他採訪的人都是 like you know 頂級的 so and then Joe Rogan 他通常請來的guess 都是很有趣的 so it's like 至少你會 be entertained you know like 不會覺得很無聊 so 我覺得可能跟人還是有關係 right 像就像你看電影廣告 like 介紹 如果你覺得這介紹 你可能就不要花那一個半小時去看這個電影 但如果你覺得被介紹有吸引到 你會願意花這時間 yes 所以像我真的就會點進去 去聽Joe Rogan三個小時的Podcast 因為我真的有蠻多朋友是連看Netflix 都會用1.5倍 我會 這就是我 可是你又可以 你又這樣子 但你又可以花一個 一個小時 一小時二小時 有的時候我聽Podcast也是1.5倍 然後我媽媽就在旁邊說 他在講什麼講那麼快 主題很跳 but that's the good thing aboutPodcast 就是你 你也是可以很專注的聽他 但你也是可以同時做別的事 就是你想要整理房間或開車 其實現在蠻多人都是這樣 因為我們在 我們也發現說 因為像我們直接做Podcast 我們就有去做 看多蠻多的數據跟研究 就發現說像Guy Pris 有講說現在的發展 這樣 可能從很多短影音 然後到可能YouTube的全盛時期 然後 感覺這個媒體的方式是很單調的 就是聲音而已 但我覺得蠻特別就是 我們都在一個視覺疲勞的年代 所以我們一出門看到 非常多的這個品牌的廣告就來了 然後我們看很多的影片 也都是非常幾秒幾秒 有時候我之前在看一個問題 就是滑滑滑滑 他就說 那你今天記得幾個短影片的內容 我後來去思考 發現說真的 就是看好像同一首歌很多人拍一樣 或是我看了很多內容 但就是我可能沒有印象有哪幾個這樣 然後所以大家就講說 在這個視覺疲勞的年代 其實聽覺是一片淨土 對是空下來的 而且我覺得他講一個蠻有趣 這有點像之前iPad電子產品出的時候 早上你是看報紙還是看iPad 所以他那個廣告就在講說 餐飲的時候我拿報紙我可以打 但我沒有辦法拿iPad打 他也是後來 我覺得也是看到類似這樣子 就是說 你早上起來的時候 你是可以刷牙洗臉聽Podcast 但你沒有辦法刷牙洗臉還一直 在看這個YouTube 這樣 所以我覺得蠻特別 有時候我也還是 就放在我的鏡子那邊 他都是那個鏡子那種磁吸的有沒有 吸上去 先洗一邊再洗另外一邊 都有畫面這樣子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覺得現在做Podcast蠻特別 就是說 當然我覺得很真實 然後同時又是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同時 你的耳朵是空下來的 對啊 我們就像很多人 我很多朋友就是 他的播放清單 他基本上已經沒有在聽了 聽膩了 對 所以耳朵他通常都來聽音樂嘛 但現在有Podcast可以選擇這樣 像我就覺得 Podcast其實最近的Podcast也越來越多 不一樣主題跟內容 所以有 有像剛Melody講的那種長的 可能是一兩個小時 但其實最近也有蠻多是 15分鐘 他就把一個 有點像原本一個大主題 可能在一個Podcast 兩個 一個小時的裡面 你聽到了四到五個主題 不過他就把它拆出來 變成三十四五分鐘 十五分鐘或三十分鐘的 一個短的可以討論的主題 所以我覺得 感覺是 青菜蘿蔔各有所好 就好像 你 就讓更多人去接受 這個文化的發展嘛 因為 好像不會讓你只是聽到 拿耳機起來就是聽音樂 對 因為就把以前 比較 80 70 更早一點的那種 廣播時代的東西 因為以前都是radio 一打開就是 找一個對的頻率 聽到我喜歡的東西 但 現在也是 讓一個新的方式 好像 old school 又變new school的感覺 Yeah that's true 其實就有點像radio 我以前 美國開車都是聽radio 但Podcast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從頭開始 然後你也可以停下來 或者你想要 rewind or fast forward 對啊 所以我覺得 Podcast真的是 我覺得蠻陪伴 長大後的 因為以前沒有啊 然後我覺得 像有時候在看YouTube 你是期待 你看到 畫面加上聲音 但是有時候你也不會 可能你不一定會想要看到畫面 或是你沒有時間 再去看畫面 你可能邊煮菜 我可能在聽一個Podcast 或是我在做某件事情 我可以聽個Podcast 他也不是 就很像是跟音樂是 同等在發展的東西 嗯 蠻好玩的 And I think because it's in real time 就是因為 就真的感覺比較像你 就是觀眾可能就在我們當中 You know 在聽我們講話 因為像通常我們剪輯的影片 就是太雜了 Right 就是然後太多加零零當當點 Whatever 然後就讓大家比較感覺 我覺得我只是一個觀眾 Like you know 這跟我完全沒有關係 但是像這種的就很簡單 大家在聊天 也許只有我一個人在講話 或是就是像我們今天是四個人在講話 但是 It's very intimate 很親密 Right 就一個空間很親密 我覺得這種 這種好像大家就比較有興趣 可能吧現在 可能大家 越來越失去一種親密感 對 而且現在 你要說 平常可能我跟一個朋友 會聊個一兩個小時 那種可能是特別約 可是在以前可能 網路的時代 時代還沒有那麼多的時候 其實很多 我們這種 朋友之間交通 會花很長的時間 大家可能說 OK 聊個五分鐘 沒有重要的事 好回去 然後再傳個簡訊 或什麼 所以我覺得 在Podcast這種reel 就是好像我們真的 回到 過去有一個 有的年代那種好的部分 然後又在現在 再發展這樣 會不會有些人在看Podcast 他們就覺得 這是什麼奇怪的 大家現在還可以這樣做下來 就只是講話 講一個小時 以前的人 的確就是 這就是他們的人生 但是會不會現在的人就覺得 哇還有人可以這樣做 I don't know I mean obviously we have friends 然後we talk but 我就覺得好像 的確在現在年代 越來越少吧 然後有些人 像我不知道台灣是怎麼樣 但是 在美國我有看過一個統計 like 可能是男生比較 嚴重啦 就是 百分之多少的男生 你問他說你有幾個朋友 然後很大很大的一個比例是 零 他連一個朋友都沒有 那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萬一你發生什麼事情 你沒有一個人可以去講 so 我不知道台灣是怎麼樣 那然後 然後男生跟女生 因為女生本本就喜歡講話 所以我覺得可能男生 要能夠講 就已經算不錯 so yeah 我就覺得可能這種podcast 為什麼越來越流行 也就是他們會覺得 我看這個我會感覺 我好像也有在參與 Joe Rogan 他就是 number one podcast in America 他就是個男生嘛 然後 他可以跟他的guest 要兩三個小時 我覺得很多男生會看他的podcast 就覺得 wow 這是我平常沒辦法經歷到的 對話 他是有video嗎 還是就是純聲音 他也有video I think 他在spotify上 也是可以看video的 也是可以看 但是 it's so super simple 雖然他是美國的podcast 但是 他們的設備 everything is like probably just like this 然後他是被spotify買下來 for like millions dollar 但是他的 you know 真的花的錢 是 but怎麼說 structure is super super simple wow So it's like you can just pocket all that money 哈哈哈哈 成本低 成本非常低 所以做podcast的原因就是成本很低 成本很低 但可以做出有質感的東西 比較容易有深度的東西 對啊 我之前看一個研究 這個研究在講說 現在影音主流就是 我們看的是有畫面的 跟有聲音的 這樣 那大家就可能從youtube 或者tiktok 過來 可能要做podcast 大家都可能沒有看好 這樣 然後又一部分人就在恐懼說 當我沒有畫面的時候 會不會其實大家不想看 只聽聲音而已 只聽聲音而已 然後 那我看那篇研究 我覺得他講的蠻好 就是說 他在講說 其實我們人類在接受情緒 是因為聲音 不是因為畫面 所以你看youtube的時候 你把聲音關掉 你不會覺得很感動 你不會覺得有感動 或情緒傳達 但是 如果你 不看畫面 youtube畫面 但聽聲音 那你是會有 情緒的影響 跟欺負的 這樣 所以他就 就在講這個研究 就是說 所以其實 畫面對我們接受情緒來說 不一定是最重要的 這樣 所以他才說 所以我們在看一個畫面 感不感動 或這種感覺 其實不是畫面拍的好不好 而是剪輯剪的好不好 那個音樂進來 然後音效 所以他們才會說 跟音樂很有關係 所以他們才會說 你有看過那個音樂 然後他們把那個音樂拿掉 你有看過那個影片嗎 然後就是那個大的畫面 通常那個音樂 然後他會說 什麼是《Star Wars》的聲音 什麼是 《Star Wars》的聲音 是那個 那個 《Hand Simmer》系列 那種 然後他們 Youtube上就剪了一個影片 就是《Star Wars》的 把音樂拿掉 然後把音樂拿掉 超級尷尬 超級尷尬 通通的那樣子 然後就 但是那音樂一進來 然後 就會有那種情緒 或者是那個 那種 有時候那種愛情片 或者是恐怖片 你把恐怖片拿掉 我之前是看恐怖片 我之前是看恐怖片 就很好笑 所以你看恐怖片 就要這樣子看 因為有時候 之前有試過就是 把音樂拿掉 然後把聲音拿掉 然後 因為我們沒辦法做 分軌嘛 所以 我們就只把 連voice都沒有了 所以只有看畫面 就看了 就其實是 無感 沒有感覺 但是真的把那個 音響用很大聲的時候 感覺那個聲音 在堆疊你的那個 恐怖感 而且有時候是那種恐怖 是因為 你可能期待他的音樂 他給你說 接下來是一個 很恐怖的時候 但是點沒有出現 然後突然又一個 小Drop之後 畫面跑出來 就被嚇到 就是這個嗎 不是 這個是很 我也是哪一個 應該是這一個吧 我覺得你記得 我看日本那種鬼片的時候 常常我畫面都還沒看到 但現在聽到聲音就很可怕 我就記得 我小時候我超怕這個聲音 就是這樣 就是某一部片就是這樣 某一部片 你根本就還沒看到鬼 你在哪裡 然後你就聽到這聲音 就覺得 天啊好可怕 我不敢看 我不敢看 這樣子 對啊 所以真的聲音就是 我覺得蠻有感覺的 在情緒的上面 對啊 我想到那個我在家 我跟Peter 我們就看Netflix 現在Netflix就是很多電影 他可能不是恐怖片 不是什麼 血腥片 但裡面就是會有幾個 那種畫面這樣 我是不太喜歡看那種畫面 所以每人都畫面說 我就說 你聲音幫我關小聲點 關小聲點 他說你不是不要看 我說我要看 我要看 我要看現在劇情是怎樣 但是我不要聽聲音 關小聲點 因為這樣就不會害怕 這樣就看得上去 看完覺得 我覺得壓力好大 到底是要遮 還是要拿搖攻擊 怎麼辦 聲音很影響 我覺得聲音很影響 所以我覺得 Podcast可以現在又被普及 就是從零開始 然後到現在普及起來 我覺得就是因為 大家好像又重新回到那個 就是你剛剛講的 親密的那個時間點 去聽那個人的聲音 那個人的聲音 帶給我什麼樣的感覺 然後去聽到你們的內容 就是很不錯的一件事情 而且好像讓現在人 有更多的選項 就不會只是 不是說短的影片不好 不是說什麼樣子的形式的不好 但是我覺得是讓更多的形式發展 好像是一個 也是更充分利用 現在我們在的時代 網路時代 或者或者是說 就讓某一些族群 有了多一個選擇 就像比如說 我自己好 我很喜歡看書 可是現在人家會說 你幹嘛花那時間看書 可是我如果今天 人家會說你直接去看那種 現在YouTube會有那種書品 所以我可能15分鐘 就可以把這本書看完 對 可是對我來講就是我沒有感覺 我還是喜歡 把一本書可能花個15天 把它看完 對 然後所以Podcast對我來說 好像就是類似的一種選擇 雖然同樣的內容 可以在5分鐘就聽完了 但是他會因為花那時間 對 就真的那感覺是不太一樣 因為像有 我之前看過一個 聽過一個Podcast 他是在解說電影 所以好像有時候我有些電影 我也不一定 我可能他沒有引起我的興趣去 不管是在Netflix 或是我去電影院看 但我其實有一點興趣 所以我可能會 反而會聽那種電影解說 然後以至於 媽媽也很喜歡看 讓我可以 聽完之後 我可能選擇去看那個電影 的一個方式 不然我可能 如果沒有Podcast 我可能就 我選擇就是我喜歡 A類型的電影 然後B類型還行 所以我選擇 等他在Netflix有 或是Disney 頻道有的時候 我才看 那C可能是 我完全都不會碰到的 可是 好像有Podcast 讓我可以 欸 我可能從C會 找到一部是 我其實蠻 聽他解說完 我可能會去電影院 試著去看的那種 就蠻不一樣的一個文化 嗯 真的 而且我覺得 像 有時候我在花 這個不管是reels TikTok 這些的短影音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說 欸我可能看只是一個放鬆 就是 我可能有這樣的時間 或者我就只是想要放空 然後我就去看 但 我現在用Podcast 我就會知道說 欸我想聽一點什麼東西 好像他 所以我就覺得 也是因為這樣 可能大家這樣的使用吧 外加很多的創作者 在做這樣的內容的時候 其實都是做比較有深度 比較有深度的這樣子 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 欸其實現在在Podcast的環境 就感覺說 欸我想要吸收一點新的東西 聽一點新的東西 我就會來Podcast的這種感覺 對啊 所以大家在聽Podcast 你就會發現說 它的年齡層或是 就是 這些互動性是很不一樣的 對 不是像TikTok那麼的 沒意思嗎 我之前就是看到說 欸我可能有TikTok 我們之前在那個外面 教多媒體的課程的時候 我印象一個很深刻 就是我問說 我有沒有想要講這個 剪輯的節奏感 對 就是你要用一個很長的影片 節奏感很重要嘛 才看得完 那我就 我也要說 請問大家有沒有那個 看超過15分鐘的影片 maybe可能老高 或什麼說書人 古蛙什麼有的沒有 這些都超過嘛 然後 這不是置入性行銷吧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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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是 沒有時候這邊要 這邊要逼一下 我都是看黃友文 yeah yeah 我都是看美樂地家庭 對對對 黃友文 從一個小時剪15分鐘 節奏感動 總之我在講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 沒有人舉手 我有點嚇到 他們年齡層是 大概在國高中 我就發現說現在國高中的人 大概都是看短影片 那他們有看電影吧 就是小朋友電影 他們應該還是會看電影 所以不是 不是五分鐘就是一個半小時 但是我覺得 對我覺得那個電影是 我選擇要去看 那我就 我就是會坐在那邊看嘛 可是我平常就是在滑的時候 我不會想接觸那些 可能我不習慣之類 對啊 所以我就發現說 可能大家很習慣這樣 所以 在那個族群裡面 在互動的時候 大家就是 也比較是快速 很速實的 那你覺得 那年代的孩子 他們會想聽Podcast嗎 我們在這邊的一些客人 他們是真的有這些年齡層 這樣 而且我覺得 他們應該會想聽 而且特別會想要跟人家說 我有在聽Podcast 因為Podcast 對 因為聽Podcast 一開始的族群 都是比較是知識型的 就比如說 有很多知識型的 然後我想要學什麼 所以我今天有在聽Podcast 那時候就好像 我是一個 愛學習成功人士 對 就像出去要拿一杯咖啡的那種感覺 在我們那個年代 所以確實有真的年輕的族群 我們有一個我覺得蠻酷 他就是超愛NBA 然後他就是在我們這邊 就是創自己的頻道 然後做NBA的這種 時事解說 然後我就說你怎麼想出這樣 我之前都寫在 我的這個Facebook Instagram裡面 我想要用說的這樣 對 我覺得蠻酷的 而且也蠻年輕的 而且我們這邊是有來一些那種 那個健身教練 對 那個之前一開始我們 就是這個空間 然後冷氣還沒有處理好這樣 然後有一次就來 這四個肌肉都超大塊 然後他們錄完 全部都流一堆汗 然後出去 他們是錄什麼 他是健身頻道嗎 我們就不自錄 教你運動 不過他就是在講說 因為健身我們就是說 我們都很 健身比較認真 我們今天練手練哪裡練哪裡這樣 然後他們就是在講一些幹話 就是健身所訓練以外 到底還發生哪些很好笑的事情 在健身房 就是那種健身房文化 現在就是很多 就真的就Podcast來講 如何健身 或者他們自己 如何健身 或是我在健身房看到的 可能是好笑的 可能是 你訓練比如說 我們一般啞鈴動作可能這樣 你有沒有看過哪些動作 是特別奇怪的 就解釋這樣 然後去講一些很像是 讓人家透過聲音跟他講的東西 去了解 原來在健身房裡面 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對 像我有看到他們在講一集 就是 因為現在YouTube很盛心 所以你都自學嘛 我們都可能不請教練 我就看影片 我就自己學 他們說他們有一集看到是 那個線上 他們在線上 做啞鈴飛鳥是要這樣 這樣拉嘛 這樣往後拉 然後他們在看那個 自學影片的那個人 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這樣 他就做一個這樣的動作 他就說 我真的看不懂 他到底在練哪裡 這樣 所以他們都在講說 健身房看到一些很奇怪的 這種事情發生 或是 或是一些很好笑文化 例如像說 我們在看到手機支架 即使沒有手機 我們也不會穿越過去這樣 對 然後之類的 因為他們在講 國外有些文化是 女生在錄 男生可能經過 之類的這些 對 所以 Gym Culture 其實什麼內容都可以講 一個Podcast 對啊 就這樣 這其實那個 Niche 所以 其實我發覺有蠻多的閒聊的頻道 有沒有 我們可能講這種是雜談的頻道 所以就是 還蠻受歡迎的 大家也想說 除了知識型的內容以外 也想要輕鬆一下 然後聽聽別人 因為我覺得現在大家真的太忙碌 對 可能我們就是會被很多的東西 塞滿我們的時間嗎 所以可能我們能夠去觸及的這個範圍 或是領域就很有限 那可能就是聽聽別人在發生的事情 然後我好像也參與在這故事裡面這樣 就像你講我們這種親密感 我好像也在這個當中 沒錯 我越來越覺得可能是這個東西 因為其實像你說的這些內容 他們也可以就只是 錄個兩分鐘的影片去講 Don't do this, do this You know 但是他們要用一個聊天的方式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 大家會感覺你在跟我們一起聊天 然後就是放鬆 然後很輕鬆 然後很自然 Yeah 而且我剛剛想到的 是會不會Pocket現在慢慢流行 也是因為大家更少打電話 就是以前可能會說 比如說我拿起手機 我想打給Jeremy 就講電話 可是現在就說 我可能不一定 Jeremy不一定會接我手機 他就說不好意思我在忙 請Line給我 因為以前簡訊要錢 但有Line之後 有WhatsApp 有其他的這種通訊軟體之後 就變成只要有網路就可以了 所以就變成是 可能講話的機會變更少 或者是聽人講話的時間變更短 那會不會Pocket 所以就讓他好像 他在一個環境裡面 那個Quota 還是可以達到 對 人體的那個Quota 有達到 好像今天一天可能都不會聽到 有人講話的聲音 其實如果 如果你是做電腦工作的人 有可能 有可能 因為有時候就是 真的是看Message 就解決了 那其實現在人像 我包括在內 我都不喜歡接電話 因為通常 電話打就覺得 發生什麼事 很急 才要打電話 如果不急 你會覺得 你為什麼要打給我 真的 真的 我想說有一個 我朋友 有一次他來我們家 然後他那天就心情 就有點 down這樣子 然後反正 我們後來就是 我們各做各的事情 然後他就戴著耳機 在做好的事情這樣 然後他就突然這樣 戴著就這樣 就笑出來 我就說你在笑什麼 他說我在聽Podcast 我聽他們講話 覺得很好笑 我想說 你心情不好 然後我現在也覺得 就是我 你可能也沒有想要聊天 但是他 在那個當中卻 好像那種聽Podcast 就好像加入別人的聊天 對啊我會覺得這個現象 也還蠻有趣的 那感覺這就是因為 好像也是 不同年代的關係 所以像Podcast可以流行 就是 可能就是因為網路 太發達了 然後 人跟人之間的見面 或甚至減少 然後講話更少 所以讓這樣子的環境產生 對啊 搞不好他從學校 學生 從學校回來 他的印象 可能不一定跟 誰聊過什麼東西 他就只有上課的東西 但回來可以聽到一個 比較 他喜歡的主題嗎 或是 覺得有興趣的 topic 還有那種聲調的感覺 然後就會 讓他 放鬆 這樣子 壓力變更少 或許 嗯 也比較有深度 Melly如果你要 就是開始一個 你自己的Podcast頻道 你會覺得 跟你的YouTube 會有什麼 不太一樣的 喔好問題耶 經營方式 還蠻好奇 就你會 不會想要特別聊 什麼樣的主題 嗯 The funny thing is 我覺得蠻有趣的是 美樂底家庭 Podcast 我其實 幾個月前 我有試著想要 轉型 然後把它變成更像一個 不用剪輯的一個Podcast 因為我花很多時間 就是把一個小時 剪成15分鐘嘛 但是我後來還是發現 我跟我爸爸媽媽在聊的時候 I don't know 是我對我們家 本身的要求比較高 我就會覺得說 不行不行 就還是要剪 這種對話 沒辦法放出去 You know It's just like 然後我們也太 可能太自然 或是太 You know 放鬆 所以有時候我們就是 It's like 你們不會有興趣的 OK 我覺得 我覺得我會有興趣啊 You can try 應該剪一集花絮都是這種畫面 對 你看一下那個點閱率是很高 來試一下 我要講誠實一點 就是有時候我們會 是like 爭執嗎 會有些衝突 我也想看 OK 我也想看 那這個就可以開會員頻道放裡面 開會員頻道 需要吧 我有想過 但是有時候我連會員都不想看 我太丟了 我會想看 我覺得有 這是一個不錯的話題 對 美樂地家庭 嗯 所以美樂地家庭 已經有個podcast頻道 但是就 我又覺得 不是真的很像podcast 雖然我們的名稱是 美樂地家庭podcast 就是我們 那其實是我們的title but 我不覺得 it's a pure podcast 因為I still cut you know 我還是剪很多 right 我會覺得一個真正的podcast 就比較像這樣 就是我們很自然地聊 嗯 I also know podcast有很多形式 right 像有一些podcast 就一個人 可以 就一直講一個小時 對 那是真的要自己 先準備很多 可能outline 或怎麼樣 然後另外一種 就是像 Joe Rogan或者Jordan Peterson 他們就是採訪 採訪 然後就會有一個 很有內容的人來 那他就需要問問題 然後他就會一直講 嗯 嗯 I don't know 你們覺得 什麼樣的形式 會比較適合 我覺得 我不會想要自己一個人講啦 但是 還是就是跟我爸媽還是 有採訪別人 客人 我其實會蠻好奇 因為你做的東西感覺 不是一般人會參與到的 所以 like what 比如說你在做音樂的東西啊 然後你可能今天採訪的一個 是一個做曲的人 嗯 或是是某一個musician 或是你在做 你可以接觸到一些 可能你的聽眾或是其他人 不一定接觸得到的人 那有一個這種訪問去 很像比較chill的方式去聊 你跟大家的合作中間是什麼東西 然後或者是你們接觸是為什麼 那感覺那個點會 或許是一個蠻好的一個開始點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我覺得會被這個東西吸引 但我覺得podcast還蠻有趣的 就是他的市場很分重 就是比如說 我今天可能在TikTok還是什麼 我就是滑到一堆不同種的影片 跑到我的眼睛 可是podcast就是 我今天要選哪一種去聽 所以比如說 剛剛Peter那種 我就覺得很適合做你個人 因為大家聽 Melody Huang的 就是想要知道你這個人 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Melody家庭我覺得不一樣 是因為他都在講很多的家庭 還是說很多生命的 那像你剛剛不是說那個 你們可能是 就是閒聊嗎 我覺得這種的podcast 很real的也會存在 但是另外一種就是 就是像我們自己在做podcast 節目的時候 通常說OK我們今天要聊一個 什麼主題 我們今天是比較像閒聊 但有時候是 比如說我們就是要聊 不要論斷別人好了 那我們今天就很深入的聊 這個話題 那這樣有可能就 比較不會 你就不需要剪輯 你就不需要剪輯 把主題放明 如果以Melody家庭的話 感覺是 因為像我對Melody家庭的印象 就是這個 像每次就是可能 因為我最喜歡你 訂閱你 然後就跳出來 就是我今天想要 花一點時間看那個 我就會 所以就還是可以跟爸媽 有這種long form 也不錯 對 但是 那個 國日牧師的 他應該可以自己再出一個頻道 他可以有兩三小時的那個 他已經有 國日牧師 歡迎你來開一個Podcast頻道喔 Yeah he will love it Yeah he will love it 他可以自己一個人講 一個兩個小時 很有內容 那307主題的人 你怎麼覺得 我剛才在聽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就是 因為 我們剛才在聽是 我們的YouTube 是蠻多的這種剪輯嘛 這樣 但我就會覺得說 如果 這種很 很直接很實事的發生在這邊 我們真的不剪輯 感覺會蠻好玩的 這樣 然後 但我覺得 這一個 但也有一個挑戰 就是說 我們可能要讓那個主題很明確 因為像國日牧師 如果一講飛出去的話 沒剪輯就是 大家要辛苦一點 對 但是我覺得 就是那種 我們 我們如果看才能 那個畫面會影響我們嗎 但那個聲音就是 你會蠻直接覺得說 這就是這個人 想要講他的情緒 或他想表達的 對啊 那我覺得 我覺得蠻有趣的是說 我們 我覺得美樂利家庭 很特別的是說 特別在台灣的環境 就是我們很少有機會 或是真的沒有辦法 跟父母有這樣的一個 對話方式 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說 如果用Podcast 我們用Podcast 比較多是 我們邀請來賓 或是跟朋友之間 那種友誼啊 或是那種關係 但很少是 我們是一個家庭的 對話的感覺 對 所以我覺得 如果用聲音的方式 來呈現美樂利家庭 會有 我覺得會有 首先的這種 很不一樣的感覺 這是一個家庭 家族會議 家庭對話 的那種感覺這樣 對 像我剛剛突然有個 蠻好奇的東西 就是像 Mandy你經營YouTube 多長時間 也是三年嗎 我覺得真正開始經營 是這三年嗎 這三年 因為我覺得在經營這種 內容的創作者 對創作者嘛 內容 有時候就是會開始 比如說經營越來越多 多年就會想說 OK我的群眾喜歡 什麼樣的 content 然後我的形象 whatever 對啊 那不知道說 你在當了這三年的YouTuber以後 你有沒有什麼 這樣的挑戰 還是你在做內容的時候 偶像包袱 越來越多 偶像包袱 我還覺得 其中的一個保護 是因為我都是 比較多是跟爸爸媽媽在做這些內容 所以我 還是 父母親就比較不會讓你有什麼 偶像包袱 然後 再來我很宅 所以其實我很少 我很常在家 I don't know I will say 其實我覺得 我剛開始做YouTube的時候 我比較自私 然後我會覺得 這個頻道是為了我自己 我要做的 我要做我要做的 但是我做越久 其實我覺得我 我越來越有的 我的意向跟動機是 我希望我做的事情是有意義 所以才會 產生沒了你家庭 或在家清白 因為這些其實不是我 原始就有的一些內容 I think 是 種種是正面的一個方向 I think 我現在可能也是因為我長大 比較成熟了一點 就是我開始會覺得 我做的事情到底有沒有意義 有沒有長久的一些 另外 像我覺得年輕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想到這些 嗯 可是我覺得一開始在 就是作為一個創作者 不管你是YouTuber還是 Podcaster 就是 一開始我覺得 自私 是好的 就是 因為有時候 自私這個 字聽起來有點負面 但我覺得比較多就是 我想要做內容 是因為我真的想要表達 我真的想要 我想要表達 我不是因為你愛看什麼 所以我去做怎麼樣的內容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開始 其實好的 但我也聽說過蠻多 其實這種創作者YouTuber 就是可能一開始 他是這樣的非常好 可是後來 他看到很多他的評論 還是很多的 我了解 點閱率 他就開始 不是做真的原本 他想要做頻道的原因了 如果你是這樣講的話 我現在應該算是 還是很知識 如果是用這個定義的話 我應該還是 就是我比較不會真的去管 別人 像我爸爸有時候會給我一些 Ideas and I'm just like no 這個頻道是我的 這個要剪嗎 還是 這個要take 國人不是 幾分幾秒記得聽 This is the truth 就是 或者 會有很多的Idea 或suggestion進來 但如果我覺得 我就是沒有這樣的負擔 我可能就 在這方面我還是會有一點知識 but at the same time 如果我考慮 我覺得這是有意義的事情 那我就會 比較多去考慮 and then also 爸爸媽媽給的意見 重量不太一樣 我可能比較多會聽媽媽的 I don't know why Mom's always right 比較了解你是不是 我覺得他會比較了解我 他會比較知道 我真正要的 我爸爸他比較就是 他要的或者 他覺得好的 但他沒有顧慮到 女兒的心 you know so 那他一講 我就覺得 這段real的要留起來 要留起來 會員要加入會員 或是 其實有時候媽媽 講的是跟爸爸一樣 真的是在講的方式 you know 的確的 真的 倒是 就像很多的 做podcast的人 其實有分 就剛剛Jeremy講到很多聲音 像有些人的聲音 可能他就很適合講 某些主題 就可能 今天我可能講一個 愛情的 感情 我這種聲音 就是呢 你聲音好講 就是呢 比較知識 聽講 比較沒有感覺這樣 這也是蠻有趣的 所以爸爸媽媽 能夠講的話都不太一樣 對 不同的 力量 不懂力道跟力量 對 但是這些是很好的想法 我不知道啦 就是如果以後 真的要轉型 再轉一次 給了你的家庭 或是都可以做 延伸出去 現在做podcast 也是像我們現在這樣 就是同手聲音 然後也把video錄進去 因為就是多平台嘛 你那一平台可以放影片 就放影片 就怎麼樣 對啊 所以其實都可以 Do I have to get this? 那你說有一台這個嗎 嗯 然後 如果你很窄的話 是需要放一台的家 感覺需要 而且你就可以call out就好 對啊 就像這種現在call out 都很方便 你是說 以後我就是 每個禮拜來你們這裡錄了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歡迎你來消費喔 反正台北談得蠻近的 對蠻近的 不遠不遠 成本蠻高的 我認為牧師麻煩 贊助贊助 對啊 但其實蠻開心 今天這樣時間 因為 其實聊一聊 我就眼睛有看到秒數 跟分鐘數才發現 喂 已經過了 其實我們已經聊了四十幾分鐘 對 本來你們說 只要聊十五到二十 我們也想說 可能十五分鐘 大家比較可以看得下去 對 所以其實 這樣子的聊天 我們也是第一次 也是應該說 手指的數得出來 跟melody有這樣子 對 精緻的聊天 其實雖然說 主題不一定是這麼的個人 比較可能比較是 大眾的主題 但是也會有一些 不錯的話題的發展 就還蠻 蠻開心的 蠻開心有這個時間 歡迎常來 所以說實話 我覺得這不是每一個人可以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 一些人在這種狀況底下 他會很尷尬 然後他不知道說什麼 所以其實也要有一種默契吧 大家還能夠接著接著聊聊 所以我覺得 其實Podcast也還是有一種難度 對 大家如果不習慣講話 當時我發覺 我們在我們的Podcast 我們推出一些體驗方案 那這比較是難 平常他們可能覺得說 我比較內向 我這邊遇到很多客人就說 我是比較內向的 或是我講話就是 比較容易結巴 就是那種很卡的 那他們可不可以做Podcast 或是他們怎麼開始這樣 但我發覺Podcast蠻酷的 就是說 我們今天可能 我就說 Merry你在幹嘛 我去找你 然後感覺我們非得要聊天 還是要做點什麼 但我們做Podcast的話 就是好像沒有 那麼強烈的目的性 然後我們只是聊聊天 然後其實就有很棒的內容 在裡面 這樣 可是我如果是下班去找你的話 就是 所以你找我你要聊什麼 好像就有一個很目的性 你非得要聊什麼 這個也是蠻有趣的事 因為像 比如說以我自己 我自己是 就認識我的人知道 就是我真的是蠻內向 我也是很宅 在那一種 我們兩個夫妻就比較內向害羞一點 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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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我是完全相反 他是很愛就是 比如說他 可能 比較愛我就是 會陪我在家這樣 我都會說 你要不要出去找一下人 聊一下天 我會覺得 他可能會需要這樣 對我剛剛講的是 我就想要說像我自己好了 就我平常也是 喜歡用文字 跟人家聊天 對 也不是說我會怕跟人家面對 但就是我覺得這樣比較舒服 那我今天如果跟一個人約 都是OK 我們今天就是要聊什麼 聊完 好 差不多了 好 我要去 我家煮飯囉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蠻 有趣現在的一種文化 可是 像對啊 我們現在這樣Podcast 我反而 不會去care 時間 還是什麼 就是這樣聊 對啊 我覺得我們蠻酷的就是 我們其實坐下來今天 就是真的很隨性 我沒有真的說 我們 我們有寫好這個講稿 我們要講什麼東西 對 所以我覺得很棒 就是像我們剛剛有聊到很多東西 是聊出來的 這樣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Podcast 有這個魔力 就是蠻好玩 聊聊聊 其實蠻有內容 還好有錄音 那有時候有要對的人 之前也有體驗過那種就是 聊完結果發現 我剛剛在幹嘛 我剛剛聊的時候 是有的 就是聊完 然後可能就是 某某人就 那些人可能應該都沒有很熟的吧 某某人就離開 我們就 我剛剛那15分鐘在幹嘛 真的 我們剛剛到底聊什麼 真的 真的有 真的有 我剛剛是進入那個精神時光屋嗎 怎麼時間就沒了 不是有時候 很尷尬的話 也就是變成這樣 聲音要推一下 有欸 就是Cricket the saying 點點點 其實剛剛 Yeah 剛剛Jeremy跟布丁有講到說 like because usually I think what it is is usually你去找人家聊 是有目的性的 就是這個聊的內容 是為了接下來 要做的事情 嗯 所以大家會有一點緊張 但是今天我們Podcast 我們今天做下來 我們的目的就是這個 其實這個聊就是目的 沒有其他的 對 所以我們不是今天要聊 我們開會 然後我們之後又要再做什麼事 或者我今天約你 然後你就會緊張 因為我們之後 那你又要我什麼 你想要我一個東西 但是我們今天做下來 你唯一要的就是這個 就是我們做下來 And this is it 共同目的 對 就只是你的Presence 就只是你的 呈現 呈現 然後你的一個 Who you are 你就呈現你自己 那就是唯一的目的 嗯 嗯 嗯 蠻有趣的 蠻有趣的 我們可以繼續聊下去了 其實 我們再聊三個十五分鐘 一開始 你要不要直接訂晚上 這一開始 這一開始沒有理解說 就是他通常 習慣聽的Podcast 是一到兩個小時 我心裡還想說 真的要聊這麼久嗎 我幫你們預備心啊 因為我已經知道 我們應該會聊很久 就是感覺還可以繼續下去 但是 好像又因為接下來 肚子有點餓了 就好像想 對 高鐵 畢竟在台南嘛 東西選擇吃的就是很多 很多 需要花點時間決定晚餐 No worries 謝謝你們跟我一起聊今天 太棒了 是真的很即興 也是給我一個很好的體驗 因為我通常都會 這樣子結束完 我就回去撿就撿 可以可以 你們都會 之後我PO的話 你們就可以去看 到底Melody有沒有撿 也許這個已經變成數 直接從50變5 那我們等一下結束 要做一個那個就是 拍板的結束 可能要打板一下 我們要怎麼結束 Podcast怎麼結束 可以講個話 就結束然後就放聲音出來 再來放個聲音 可以 你可以放些你的歌 還是你最近最新寫的歌 有沒有 我最近最新寫的歌 有還沒有公佈的嗎 沒有 但是I'm trying to write a song 或什麼 我要再跨憲歌 我要再跨憲歌 跨什麼 跨 跨 然後我就想 寫一首新的 為什麼我還沒有說那 因為 好像沒有連管 因為 剛剛這個會剪掉吧 剛剛這個 沒有這個要放下那個聲音 那個 這應該要放這個 謝謝 好 好 好 謝謝你們收聽 Melody Podcast 然後今天我們在Studio 307 有很好的一個討論 感謝Jeremy Peter 跟布丁跟我一起聊 這52分鐘 Baby現在剪到15分鐘 誰知道 好啦 謝謝大家 掰掰